温柔敦厚 晶莹清澈 是人们对于奇军作品所下的注解 不管是收录在国文课本的桂花语 流语他年说梦痕 或是拍成电视剧的橘子红了 奇军的作品总是令人感动 走过半个世纪出版过四十多本书 奇军这一生用文章温暖许多人的心 他的文字也将流传下去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